今天我做了苹果饼,做起来很简单,吃起来超级的香 放了一个月的苹果,已经发粘了,也没人吃,把它消耗掉 把苹果的皮给去掉,然后切薄片 把中间的盒给去掉,切细丝 切好的苹果丝先放到盘子里面 准备150克的糯米粉,20克的木薯粉 加入20克的白糖,加180克的心水 没有木薯粉的话全部用糯米粉 搅一搅,搅到没有干粉 平底部粘锅,刷一层薄油,倒进一半的面糊 把锅子给晃动一下,让面糊摊平 撒上苹果丝 撒好之后,用铲子把苹果丝给摊均匀 再把另外一半面糊给倒上来 再用铲子给整理一下 整理好之后,盖上盖子,小火慢煎 大概一分钟左右,表面微微凝固 用刷子在表面撒一点油 然后用铲子把它翻一面 翻面之后,用铲子按压一下 全程用中小火慢煎 时不时把锅给晃动一下 这样受热更加的均匀 两面换着煎,一面煎焦之后,换另一面 时不时用铲子转动一下 全程我煎了5-6分钟左右 煎至饼微微鼓起 饼的颜色由冷白变成暖白色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把饼倒在案板上面 然后用刀切成小块就可以享用了 这样做好的苹果糯米饼放凉了之后更好吃 软软糯糯的真的超级的香 咬一口真的是糯糯糯的 因为含血量比较大 所以吃起来很软 里面还有苹果的香气 搭配上软糯的口感 真的非常好吃 关键事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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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